Hello各位,我是何欣 这一期我们依然是给达金银全篇解析 来聊聊那些动画和漫画的区别 以及各种删减和增加的镜头 自开始动画增加了一段在捏达研究室中 将无星帝国侵入后探测出来的新地图 发给大家的戏份 也算是补充了所有人为何能够找到散落在金银亭对视的剧情 接着开发题也说明 有效战力紧不到30% 其实30%已经算是很低了 前五级队长也全部露面 能上阵的也都败阵 金银坐镇最中央 韩魏出手 遂风负伤 龙十郎负伤 亭子负伤 白载韩魏下届 伯村已经无法继续战斗 全席负伤 冬十郎消失 建马韩魏回应 聂大坐镇研究室 辅助不再进行停 所以现在来说 13队的胜率其实很小 当然也有些不确定的隐藏战力 像是第一级到现在韩魏路过面的业一 研究室里的店长 威出手的金勒和剑八 以及最下面那个神秘的崩带男 这个崩带男是谁 猜出来的可以打在公屏上 增加这一段 其实也算是给林王公下来的云兵 都铺垫了 毕竟他们的出现 也算是在某种意义上扭转战局了 也可能是因为有这一段的铺垫 才会让一户接下来与店长的通话 显得更加合理 毕竟一户在林王公的剧情到第五集 也还未出现 在报道到十一番队 根目队长误答应的时候 二进说先别管十一番队 看样子十三队里面 大家还真的不太喜欢十一番队 毕竟十一番队是一群 看着就很饿的人 倪达拨通了金勒嘴长的电话后 先是阴阳的金勒一番 随后就用命令的语气 催促金勒 还活着就赶紧干活去吧 不愧是MVP 无时无刻说话都相当硬气 当然倪达这么硬气 其实也不只是一次两次了 第一季中 因为千年之前 山本没有杀掉有哈巴赫 倪达就已经阴阳怪气的骂了山本一顿 而在小说中 也直接骂过四六世 说他们全是一群废物 说的好 就学年大这 谁都不如自己做的好的气势 十分界第一嘴题 在新地图上也能看出 残存对射也就只有七番队 九番队 十一番队和二番队了 在艾瑟和全息开战之前 在漫画中其实还有一段 哈斯沃德处形败备者的戏份 以哈巴赫并不喜欢败兵 尤其是在失败后还能保住性命的人 所以也面临哈斯沃德 处形的仓度和BJ9 也是第一次展现出哈斯沃德能力的时候 没有展现出来的 其实还有链刺 也录像从天上飞奔下来的画面 不知道在下一集中是否会补充 不过有一说一 无论是全息暴揍马斯克 还是马斯克暴揍全息的画面 表现力确实非常棒 马斯克这个人也很有意思 前面马斯克 是面具的意思 后面的马斯克 是男人的意思 也就是戴着面具的男人 而马斯克的每一次攻击和每一次修复 脸上的面具都会做出反应 后面链刺直接横劈马斯克一刀 马斯克头上的面具 也会撕裂出一条缝 这个细节是在漫画中没有出现的 也就是说马斯克的本体 有一部分其实是头上的面具 而另一部分就是詹姆斯 圣文字介绍中 马斯克说明自己圣文字是S Superstar 英雄 有好兄弟说他真正的圣文字是Sport 声源 马斯克和詹姆斯的力量确实是声源的能力 但是Sport这个词 我确实没有在漫画和动画中找到 如果有大佬知道出处 可以在评论区我们交流一下 我的理解 马斯克的圣文字就是Superstar 因为Superstar 这其中有两个S 也就是代表着大S 马斯克和小S詹姆斯 詹姆斯的名字也很有意思 它可能来源于希伯来语 寓意为愿上帝保佑追随者 而詹姆斯这个词 来源于Sendig 这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 也就是说如果将尤哈巴赫比喻为上帝 那么詹姆斯就是上帝的追随者 所以最后尤哈叫的是詹姆斯 回收的也是詹姆斯的力量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嘴欠歌 而不是楼师郎 楼师郎的万姐叫做金沙罗舞蹈团 楼师郎化身为指挥官 来指挥他的金沙罗人偶 楼师郎的展葡萄叫做金沙罗 金沙罗其实是一种花的名字 我们看到师姐的展葡萄头部也有一朵花 万姐金沙罗舞蹈团分为三处 水代表演义最初的瓶颈 火代表演义中断的火热 最后的英雄生涯 其实来源于著名的德国作曲家 查理德 施特劳斯 他在1898年 做的最后一首交响诗 英雄的生涯 也叫做英雄的一生 一共分有六段 分别是英雄的对手 英雄的伴侣 英雄的战斗 英雄的和平努力 英雄的荣耀 而对手马斯克 正好就总是称自己为英雄 不得背负九宝对人物做出的各种奇思妙想的设定 偶尚狼的刀其实也算是幻术系的斩破刀了 幻术系的斩破刀在作品中还是比较多的 瓶子的斩破刀表现方式类似于嗅觉 蓝人的斩破刀表现方式是视觉 洛士郎的斩破刀表现方式是听觉 东星的斩破刀表现方式是触觉 所以物感中只剩下味觉 那么大家觉得味觉的斩破刀是哪把呢 在后面练斯与洛西亚出现后 动画将去开始了三分之一战斗进行的删除 马斯克一个头锤过去 被练斯挡住 然后一个刀把顶爆 马斯克愤怒地使用了连续杀人拳 而练斯就在这空气中将战姆斯给直接切碎 连续杀人拳替换了原本漫画中的一离武术 这是马斯克可以远距离一公里的地方 使用拳风击中练斯 所以叫做一离武术 洛西亚将两位队长送去给永寅 在漫画中并没有出现 不过在566话 洛西亚却是有口头提到过 后面和尚告诉练斯刀的名字是假的 他将告诉练斯舍尾丸真正的名字 为了获得呼唤他真名的权利 练斯必须得到舍尾丸的认可 也就是说只是单单的得到真名是不够的 所以也不可能每个人排队去找和尚要名字 要了你也不一定能用得了 还是要修炼得到舍尾丸的认同 并不是叫了真的名字 就能够有更强的力量 练斯也在后面说了 为了叫出这个名字也是费老鼻子劲 这里对于对话的优化我觉得是满分的 还有练斯叫出大蛇王的时候 总有一种破刺猿的感觉 最后尤哈巴赫把詹姆斯给吸收了 你随着骑士团成员一个一个落败 并且吸收 尤哈巴赫的力量会慢慢逐渐回归 并且更强 下集我觉得一户应该会出现了 再不出现大家都快不愿意了 除了一户出现之外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鲁奇亚的问津 鲁奇亚与艾森诺特的战斗其实很难表现 因为他们并没有太过于频繁的互动交手 所以可能会用比较经费爆炸的特效场景 当然也不排除制作组经费爆炸 就是做了作画回 大家都开心 然后大家觉得下一集会不会是作画回呢 不过不管怎么样 第六集还是非常期待的 所以我们第六集不见不散吧 我是赫心 想关注更多学战信息 记得点下关注 一键森林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